那么你知道这个流程之后 下面我们要问一下 如果我去付款的话 我访问我这个网站的地址 我需不需要传参数 好你看一下 我一点击去付款 他访问我这个将过网站 我们访问这个地址的时候 需不需要传参数 传什么参数 订单的ID 你用户要支付的是哪一个订单 你要把这个订单的ID给我 传过来对吧 那么这一步的话就涉及到 我们这里面的传参数 传这个订单的ID 那采用什么方式 看一下这个页面 你点击这里面 你点击去付款 采用什么方式 因为我们最终 你用户支付完之后 他有一个支付的交易编号 我们最终要把支付交易编号 保存在我们的表里面 所以这个也是采用 Post 也是采用Post OK 然后这里面是我们的 你又会点击的时候 他就需要去给相关网站 去传递参数 传递参数 那么这是我们这里面 传递参数 那么在相关网站里面 我们调用支付宝的接口 对吧 原生的接口 你需要自己调 自己传参数 那我们说 其他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Python的SDK的包 那么这个包在哪呢 就在地址 然后打开它 打开一个页面 点开一个页面 在这边点开一个页面 打开它 那么这个就是支付宝的Python SDK 就是别人封装的一个 不是官网封装的 他帮你生成了 使用需要的签名 对吧 他帮你做了 他帮你做了 里面已经帮你做了 关于这里面 他比如说电脑支付 电脑支付怎么支付 怎么去调它的接口 它的接口叫什么东西 他这里面会给你有一个相应的介绍 然后再往下 比如说还继续回到我们上面 在这里面 你要使用它怎么使用 首先第一步 安装 第一步安装 那么安装的话 怎么安装 看到啊 首先 如果你的环境里面安装了它 对吧 那你就把它先 卸载啊 Python SDK 就找到你的这个环境 你要把这个包呢 去装一下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其实你就是在这里面 把它呢 我们直接把它停掉啊 停掉之后 对吧 在这里面做的时候呢 首先就是Python SDK 先把这个包呢 如果有的话 进行一个卸载 好 没有的话你就不需要做啊 那么卸载完之后 下面要装它怎么安装啊 直接呢 使用这个命令 就可以呢 把它进行一个 安装 其实呢 就是在你的环境里面 那么 把这个东西啊 把这个东西去做一个相应的 安装 相应的安装啊 好 安装之后 那么你把这个安装好之后 对吧 在你的环境里面 就有了这个包了 你就可以呢 在你的代码里面呢 去使用这个包 那么关于这个包的使用 怎么使用呢 首先这里面是安装 安装完之后 下一步要干嘛呢 生成 密钥文件啊 为什么要生成密钥文件 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 我们说 在这个过程中呢 要实现一个信息的加密和解密 对吧 所以呢 你的网 你的网站在哪个电脑上 你就要嘛 你就要把那个电脑的私钥和公钥呢 给它生成出来啊 生成出来之后 要设置到哪里呢 就对应到我们这个 刚刚给大家说的啊 我们的这个 沙箱里面 我们的沙箱里面啊 那么还是呢 回到我们的这边 又有点扫码啊 这个已经退出了啊 好 进入这样一个东西啊 找到沙箱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密钥 你设置到哪里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下啊 你在这里面 你需要呢 去设置你自己的公钥对吧 你要告诉支付宝你的公钥 并且呢 你还要去查看一下支付宝的公钥啊 所以呢 我们这里面 你在使用它之前 你需要呢 再把这个你自己电脑的这个公钥和私钥呢 给它生成出来 那么怎么生成 使用一个软件 叫做OpenSSL 那么我们的电脑上呢 其实呢 已经装了OpenSSL啊 直接在这里面 OpenSSL 你就可以呢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生成私钥怎么生成 注意这里面呢 给你写了一个命令 叫做 GN7呢 就generate产生的意思啊 RSA呢 代表一种算法 对吧 哎 刚out代表输出 就输出一个密钥文件 输出到哪个文件里面呢 输出到 这个文件里面 那么你执行这个命令啊 它呢 就会把它生成出来 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啊 在这里面 那么点开我们这个东西啊 然后在这里面 弄之前 我先退出啊 退出之前 我先把我上文 生成的删掉啊 删除 好 然后RM 把这个一删除 删完之后 这个两文件没有了 对吧 我要删除 生成怎么生成 OpenSSL 然后 下面紧接着 粘贴 好 回车 这样的话啊 它就会给你生成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保存的 就是你这个电脑的 私钥啊 你电脑的私钥 叫ProviteKit 然后呢 根据我还要生成一个 跟这个私钥文件 对应的公钥 那么怎么生成 下面这个命令啊 生成一个公钥 那么 首先RSA 对吧 Igin 代表输入啊 输入谁呢 输入我们刚刚生成的 私钥文件里面的内容 然后呢 对它进行输出 输出到哪个里面呢 输出 哎 公钥的文件里面 对吧 这个呢 其实呢 就是生成一个 跟上面这个 私钥文件对应的 公钥文件啊 这一步呢 你把它呢 也拿过来 拿过来啊 把这一步 放到我们的 这边 直接呢 复制 复制完之后呢 把它也是呢 在这里面去粘贴一下 然后呢 执行 好 现在呢 两个文件都有了 退出 退出之后 LS 你就可以看到两文件 一个呢 是我们这个电脑的 私钥 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电脑的 公钥啊 然后 看一下那里面内容 CATAPP PrivateKit 好 这里面是你这个私钥的内容 对吧 然后再往下 看一下你这公钥的内容 APP PublicKit 好 这里面是你公钥的内容 对吧 那么你有了这个内容之后呢 下面呢 你需要呢 去进行一个设置啊 在哪设置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 杀枪环境里面去设置你的应用的 公钥啊 其实呢 就点开它 我这里面就是一个修改啊 修改怎么修改呢 我把它原有的也删掉 对吧 删掉之后 把我这个公钥内容呢 给它 拷贝过来啊 给它拷贝一下 注意啊 这里面这两行不需要删 不需要拷贝啊 最上一行和最下一行不需要拷贝 只需要拷贝 中间的啊 拷贝一下 然后呢 放到我们这里面的吧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自己这个电脑 也就是应用的这个公钥啊 那么把它保存之后啊 保存之后 那么你们第一次呢 只有一个设置公钥啊 在你设置完自己的公钥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后面给你多出来一个东西 叫做查看支付宝的公钥啊 那我就需要呢 去查看支付宝的公钥对吧 这个公钥 我们要干嘛呢 最终接收完数据之后呢 要进行解密啊 所以呢 这个公钥 我们需要呢 把它保存在我们项目的一个 文件里面啊 直接是复制一下 它的这个公钥 然后呢 保存在一个文件里面 那么这个文件呢 我们跟我们的 应订单相关 所以我在订单下面呢 新建一个文件啊 新建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新建文件 我叫做什么呢 我叫做阿里配 阿里配啊 然后呢 写上一个public k.pm 啊 pm啊 阿里 k public 就代表支付宝的公钥 然后呢 我要把这个内容呢 给它放在这个文件里面啊 注意啊 你放完这个文件里面之后啊 你需要在这个文件的开头和结尾 加上两行东西啊 哪两行 第一行呢 是 begin public 那么 那么就是加在这一行啊 加在我们的这一行 那么 然后呢 下面呢 加上这个n的public key啊 加上n的public key ok 在这里面呢 写上它 哎 我们这里面少了啊 好少了啊 在这里面是它对吧 把它拿过来 放到我们这边啊 ok 这样的话 现在这个文件里面保存的就是我们支付宝的一个公钥啊 那这个公钥呢 哎 接口呢 需要用啊 然后点 把它呢 移出来 移到我们的欧的下面啊 移到我们的欧的下面 我在这里面把它放错了啊 移到欧的下面啊 ok 这里面支付宝的公钥对吧 并且呢 我们说加密呢 还需要我们电脑的一个私钥 所以呢 我们电脑的私钥呢 你也需要呢 把这个文件呢 给它拿过来 前往我们的个人这个文件夹 找到 找到我们的这个啊 这边就是这个私钥对吧 把这个私钥 把它也拷贝一份 放到我们的项目 目录下方啊 放到项目录下方啊 ok 在这里面呢 就是 把这两个文件呢 我们现在都拿过来了啊 是 传 请求的时候呢 使用自己的私钥加密 那么收到信息之后呢 是使用支付宝的公钥呢 进行一个 解密啊 好 这是它的一个使用 那么关于这个使用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做了一个必要的配置吧 哎 你把这个配置啊 把这个配置做完之后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这里面呢 其实呢 就是在这地方啊 哎 告诉你要把这些文件呢 给它放起来 好 放起来之后 你要使用它的借口 怎么使用呢 导入这个类 然后呢 先进行一个初始化 初始化的时候 要干嘛呢 首先看它的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 APP的ID APPID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看的 这个沙箱里面的 这个APP的ID啊 然后再往下啊 再往下呢 这里面还有这个 NotifyUIL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NotifyUIL 你可以传也可以 不传 然后紧张着再看啊 APPProperty的KPath 就是你 你这个应用里面的 这个 私钥文件的路径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 AltiPublicKPath 支付宝的公钥的 一个路径啊 然后这里面呢 SignTime不就是 我们说的这个 签名的一个 类型算法 是RSA还是RS IR 然后下面有个Debug Debug等于False 代表不是一个 调试模式啊 不是一个 什么叫做 不是一个调试模式啊 就访问的是 实际环境的地址 如果是杀箱的话 你需要给它改成这个 处啊 处啊 处OK啊 这里面是他 初始化这样一个对象啊 初始化这样一个对象之后 那么下面呢 怎么去使用啊 你看到他对支付宝接口 进行的一个封装 对吧 封装之后 他的命名规则 是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对于支付宝的 这样一个接口 他会把它转换成 下面这样一个函数 在点的地方呢 通通换成一个下滑线 并且呢 在前面给他加上一个 API 这就是他帮他 做了一个转化啊 那么关于这一部分东西的话 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电脑支付啊 电脑支付的话 怎么支付啊 我们说在我们图上面 电脑支付呢需要去调用这个接口 对吧 他帮你封装了一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的叫什么呢 叫做我们的 API 下滑线 alipay.trade.pager 下滑线 配啊 其实呢就按照我们上面的 转化规则呢 做的一个转化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方法呢 是谁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创建的上面这个初始化 对象啊 他的方法啊 所以呢你有了他之后 你就可以呢去调用他这个方法呢 给你返回一个给你 他内部呢 帮你调支付宝的支付接口 然后呢 你需要传的参数 我们说 首先 Altra.nama 定点背后 对吧 Total amount 这个支付的总价 Subrjack呢 是标题 Return URL和Notify URL 是就是我们这两个地址 这俩地址呢 你也可以不传 最终呢 他会给你返回一个 Altra.street 那么然后呢 这个Altra.street什么意思呢 你就要电脑网站支付 他告诉你需要跳转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什么页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支付的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 OK啊 这边是我们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一个使用啊 把这个 我们把上面 我们这个里面的公钥私钥配置 公钥配置完 并且呢 把这个公钥文件啊 私钥文件 那么弄好之后 下面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说的是 我们这个订单支付的后台的试图啊 该怎么做啊 那么首先你在这里面 你看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订单创建呢 把它收起来 在里面呢 再来一个试图 还叫做class啊 old 配 然后呢 写上一个 view 好 写上一个view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就属于我们这个订单的支付啊 订单 啊 在这边有这样一个订单支付 那么关于这个订单支付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呢 给大家说的这个东西 那么看一下我们的分析 我们说前端最终 哎 是不是要 阿杰克斯 post访问 对吧 post访问啊 那么最终 在这里面呢 传过来一个订单的ID 所以呢 我就可以呢 定义它对应的这个试图 叫做 post啊 define 哎 定义一个post的 然后呢 写上个这块的 对吧 这个呢 也属于我们的订单支付 关于这个订单支付的话 最终 首先用户呢 如果没有登录 也是呢 不能 支付啊 所以呢 先去教验这个 用户啊 用户是否 登录 好 然后做完之后 对吧 下面我就可以接收参数了 接收参数 接收这个订单ID 然后呢 接收我们图上的订单ID啊 然后紧接着进行一个教验啊 还是呢 我们的教验参数啊 教验参数 好 教验完之后 对吧 下面呢 就是业务处理 业务处理是干嘛呢 使用 使用我们的啊 Python的这个SDK 对吧 调用啊 调用支付宝的支付接口 哎 调SDK啊 那么调用支付宝的 支付 接口 好 那么这一步的话 怎么掉呢 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在这边看的 先去初始化一个对象 对吧 然后调用这个对象呢 方法啊 方法 那么 好 这是我们这里面啊 最终处理完整之后 我要给它返回一个应答 对吧 好 这里面是这样一个流程啊 返回应答 好 那你知道这样一个过程之后 我们呢就可以写这个代码啊 首先 判断登录 按着 还是我们之前老样子啊 用的等于request.youta 啊 如果 那他有的 dns的kd的 然后呢 没登录 return gstresponse rns呢 为 零 写上一个 error message啊 告诉你这个 用户 为 登录啊 OK 这样一个 然后接触参数 对吧 接触参数 我们说 这个采用这个 rx post的 那么前端传递的参数啊 前端传递的参数 那么包括我们这个order id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订单 id啊 订单 id 好 所以呢 我要把这个参数呢 给他 接收一下啊 在这边接收就是 order id 就等于request.post.get 然后呢 写上这个 order id 对吧 把这个接完之后 下面紧接着教员参数 好 先判断一下它有没有 就是if not order id 好 没有 对吧 返回一个 return 来一个rx 来上一个error message 告诉你这个 订单 对吧 订单编号 登彈 无效订单 id 无效的 比如说 无效的订单 id 好 然后呢 紧接着啊 在做完这个 判断完有没有之后 我们还要呢 去查一下这个订单 是不是确实有啊 首先 try一下 然后呢 写上 order 等于 orderif 点object 点get 对吧 get的时候呢 就应该是 orderid 等于我们的orderid 对吧 并且呢 我们还要继续加条件啊 就这个订单 到底是不是我这个用户的 我要看一下啊 user等于 user 而且 还需要再加算数 我们说这个支付结果 能不能是要对接支付宝 对吧 它的支付方式 到底是不是支付宝啊 你需要做教验啊 就是 pay media的啊 我们在这边有个属性 叫paymedia的 那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类啊 order models里面的这个类 那么这个类里面呢 这个支付方式呢 我们说 三呢 是这个支付宝 对吧 所以呢 你需要呢 做一个对比 他等不等于三 哎 并且 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再查一下啊 只有在这个订单 他处于未支付状态的时候 你是不是才能支付 如果他已经支付了 那你就不需要再做了 所以呢 order status啊 还是在我们这边定义的 他的这个 贷支付的是一 所以呢 你也进行一个先例的判断啊 等于一 好 满足这四个条件 并且这个订单还有的话 说明这是一个有效的订单 对吧 我们在这里面呢 写上一个accept啊 如果出了异常 orderinfo.data exit 说明这个订单 对吧 不存的啊 查不到 就无效的订单 所以呢 我在这边return 写上一个resdnt为2 然后告诉你 告诉你啊 error message 这个 无效的订单 对吧 订单错误啊 比如说我们写上一个订单错误 ok 好 那么然后呢 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完成之后 再往下呢 我们你教验完这个东西之后 它还没有问题 说明我们这个查询呢 它就OK 那么OK 下面要进行干嘛呢 业务的一个处理 使用Person的SDK接口 调用支付宝的支付接口 那么就是使用我们安装的这个包 那么首先怎么使用 还是回过头来继续看 先从我们的包里面呢 把这个类呢给它导入过来啊 就是从上面导入一下 直接是FromAliPay Import里面这个类叫做AliPay 对吧 导入它之后 下面怎么做呢 紧接着要做一个初始化 什么初始化 这边呢给你写好了 你需要把对应的参数呢 给它填上啊 首先把它这句话初始化呢 给它拿过来 这里面呢是它的一个初始化啊 好这里面找到这样啊 这是它的一个初始化啊 初始化 好初始化里面呢 你看到它注意 它写的有一些逗号是缺少的啊 它呢 你需要给它加上啊 它有错 找到这边 好这里面啊 OK啊 在这件过程 我们把这个加完之后呢 首先APPID对吧 我们在这里面呢 要使用我们杀箱里面 APPID啊 如果呢 你这个 这里面就是我们应用的ID 那么我们是杀箱 你拿杀箱的 如果你有一个实际的应用 你用你实际应用的ID啊 所以在这里面找到杀箱里面的 这个APP的ID 把它 拿过来 放到 这边 然后做完之后 对吧 这里面有一个 默认回调的URL 对吧 这个呢 你可以不传 我们说这里呢 我们即使传 就把那也访问不了 所以我们不传啊 不传的话 你注意啊 你这边不能写call 它 你必须写一个 那啊 这代表不传 然后下面呢 你像这些呢 是我们这两个文件的路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拼接出来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借助于我们的这个setting 配置文件啊 导入它 直接 from jungle.config import这个setting 然后导入setting 再导入我们这个OS 导入一下这个OS 我要在它拼接啊 importOS 好 在这里面 我就可以拼接这个路径啊 这里面路径怎么写呢 找到这边 os.pass.join setting里面有一个叫做basedir 对吧 basedir下面谁呢 apps下面的 order里面的这个文件 所以呢 你这边可以呢 写上apps 斜告 对啊 路径啊 order 里面呢 有个 这边是私钥 对吧 所以呢 叫做 app private private k 然后呢 点pm 对吧 同样的道理 那么对于这个支付宝的公用的文件 也是这样进行一个拼接 也是拼接 拼接的时候呢 把这个给它改掉 这里面是我们的 阿里配 public啊 阿里 配 对吧 然后呢 写上 public啊 OK 这是这个文件路径 你把它试试完之后呢 我们说这边有一个签名的一个算法 对吧 那么 之前呢 我们给大家看的时候啊 官网呢 他推荐你使用这个 rsa2啊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呢 把它改成这个2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是沙箱 所以呢 你要把它改成一个 chew啊 哎 你改成chew的时候 他访问地址的时候呢 他就会访问这个沙箱里面的地址啊 访问沙箱地址 否则呢 他是访问去掉DV的这个真实环境的地址啊 OK 那么把它呢 拿过来之后 对吧 这个里面呢 现在我们就做完了啊 做完之后 下面呢 我就开始呢 去调用支付 接口 哎 调用支付接口啊 那么关于这个电脑支付接口呢 下面我们也给大家看了 找到这边 那么你可以在这里面看到一个电脑支付接口 对吧 这里面呢 就是这个对象的这个函数啊 他怎么去弄 把它呢 拿过来 传入你必要的参数啊 首先我们在这里面看一下啊 调用他的时候 最终呢 你在这里面 其实呢 就调这个API 然后呢 你需要传几个参数 对吧 这里面要传什么呢 传入你的这个订单的 ID啊 订单 你看到啊 订单 ID 其实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ODA ID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总定额 对吧 这总定额应该是我们的 商品的总定额 加上一个运费啊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计算 Total 等于ODA里面有一个叫做Total Price 再去加上ODA里面的这个Transit Price啊 Transit Price啊 Transit Price 那么这这样一个东西啊 那你注意这样一个东西啊 那我们呢 你注意啊 我们的模型里面使用的类型是什么 使用的类型叫做Decimal啊 使用类型叫做Decimal 那么你最终你拿到的这些东西啊 它也是这个Decimal类型啊 这个Decimal类型啊 它是这种Decimal类型啊 那你注意 你如果这个直接放在这边的话啊 它内部都会把这些数据呢 给它转化成一个Json啊 那么这个Decimal呢 是不能被序列化的 你如果直接写这个TotalPay 它会报错啊 怎么做 把它直接转化成一个字无串啊 Stare 写上一个TotalPay啊 这里面是支付总金额 支付总金额啊 OK 那么这这个啊 然后再往下这个标题对吧 标题呢 你可以自己起一个 比如说我叫做千天生仙 哎 天天生仙啊 然后后面呢 我接上一个BepinonS 然后呢 跟上我们这个订单的ID 对吧 好 这这样一个啊 然后呢 你向下面这两个地址 可以不贴 不贴直接传一个道啊 传道 传一个道啊 那么 现在在我们这边呢 最终是不是给你返回一个order stream 那么你的用 你需要让用户挑转到哪呢 你需要让用户呢 挑转到 这样一个地址 对吧 那么这是实际的这个地址 我们的沙箱呢 你就要挑转到这个地址 加上这个东西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 需要呢 去把这个地址呢 给它弄出来啊 直接 Pay 我们的这个 用R 那注意啊 好 那么这样一个地址呢 最终我们给它返回的这样一个地址 对吧 那么在你的代码里面 你是不是就可以呢 给用户把这个引导的这个地址 对吧 所以呢 这是我们返回这个地址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支付的里面啊 其实呢 很简单 出出话之后呢 就开始去掉这个 接口啊 最终要把这个支付页面的地址呢 给它进行一个 返回 好 那么这个对应的地址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OderPay啊 所以呢 我要在这边去做一个 UIL的配置啊 导入我们的这个是图 OderPay 然后呢 写上一个 Vue 好 UIL写上一个R 写上一个Pay 然后呢 对应到我们的 OderPay.s Vue 好 这个 Name呢 就等于这个 Pay 好 这个呢 就属于我们这个订单 支付 好 订单支付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后台呢 它就结束了 对吧 后台呢 就写完了啊 然后呢 下面紧接着去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前端 我们说前端这边 哎 UIL的SintaOder啊 找到我们的UIL的SintaOder这边 我们说在这里面 你点击这里面的 点击这里面的去付款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访问这个地址 对吧 那么现在你考虑一下啊 这个地址 它一 这个位置是不是可能显示的不是去付款 比如说这个 已完成了 或者是带评价 它是不是就不应该访问这个地址 所以呢 你需要呢 去做一个相应的判断啊 到底怎么去判断呢 支付的状态是不是不一样的吧 我们在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应该去绑定这个东西的点击事件啊 它的类呢 你看到它叫什么 它叫的OPE啊 BTN 所以呢 我们要绑定它 绑定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GS导过来啊 load steadic files啊 然后在这里面写上一个 block bottom files啊 在这里面写一段代码 end block bottom files 然后呢 写上一个scribe的啊 scribe里面引入这个文件 src等于我们的 steadic下面的 gs下面的 gquery 然后呢 开始呢 写一段代码 写代码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应该呢 去绑定这个 它的一个点击事件啊 其实在这里面就是 dollar 然后呢 写上一个 根据类来获取 对吧 点 然后呢 点它的一个click 就应该呢 执行一个 哎 方法 对吧 执行方法的时候 我们说呢 在这里面 你点击的时候 它是不是可能不需要它去支付 所以呢 你要根据这个状态来判断 对吧 这个状态怎么判断呢 比如说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 给它增加一个属性 叫做status啊 status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这个 order的 order status啊 就是这样一个数字 对吧 然后呢 我那一点击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获取这个值 我就可以获取这个值啊 获取这个订单的 获取 status啊 其实呢 就是在这里面 dollar this 点 atdr 写上一个 status啊 最终这个值呢 就应该是我们拿到的订单的状态 对吧 什么时候订单状态需要去支付呢 我们在这里面已经定义好了一个状态啊 这个状态呢 就是1 对吧 就是1啊 所以呢 你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判断啊 如果对吧 这个status等于1 我们呢 我们呢 就进行 支付 对吧 进行支付啊 进行 支付 好 否则其他的情况 我们就按其他的情况呢 进行一个 处理 好 这是其他情况啊 其他 情况 好 那么我们在这边要看的呢 是我们上面的啊 然后你在这边点击去支付的时候 我们说呢 我们最终这个流程呢 我们是需要去访问这个地址 对吧 访问的时候呢 我需要拿到这个订单的 id啊 那么关于这个订单id 我怎么拿 同样的啊 我们还是呢 可以给这个a标签动态增加属性 orderid 等于order.roderid 所以呢 你点击的时候 我就可以获取这个订单id啊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呢 获取订单id 就是orderid等于$this 它的atdr里面呢 有一个orderid 好 把这个拿到之后 对吧 最终我们说呢 我们要发起一个 发起啊 发起 阿杰克斯 post 请求 对吧 访问我们的这个 order 配啊 访问我的配 然后呢 传递参数 传递参数 包括我们的这个order id 好 那么这个post的话 同样的话 你还是要加上一个csf的东西啊 在上方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csf token啊 比如在这里面 我们在上方价啊 找到这里面 给它加上csf token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呢 我就可以拿去获取 直接呢 获取csf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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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于 等于 然后呢 写上一个input name 等于 csf 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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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token 对吧 token啊 然后把它拿到之后 取出它的值 好 下面呢 我就可以呢 传参数的 对吧 我可以呢 先去组织参数啊 组织 参数 好 组织参数的话 在这边呢 把这个参数呢 放进来 找到我们的paramers啊 paramers 等于我们的这个字点 然后呢 写上orderid 等于这个order的 id啊 然后同时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还有一个呢 叫做 他把这个csf的值呢 也给他传过来 对吧 那么最终 你开始呢 可以呢 去访问了啊 直接呢 就是dollar.post 访问谁呢 访问我们的这个 斜杠order 配 斜杠order配啊 那么这个斜杠order配 访问的时候呢 给他传参数 传的包括我们的这个 paramers啊 最终 给你返回一个 data 对吧 这里面呢 你就可以判断啊 他呢 如果这个调用支付接口 成功的话 他会给你返回一个 三 你所以呢 你可以进行一个 相应的判断啊 如果 这个data 他的res等于等于 三的话 那么 我们就去呢 引导 引导 用户到我们的 支付 页面 好 否则出错了 对吧 我就把这个错误性 引导 显示一下 alert 写上一个data 点error message啊 好 那么这个引导用户到支付页面怎么应的啊 好 那么这个你注意啊 你如果写这个location的话啊 你如果写这个location的话 那么 你的这个页面啊 你的这个订单页面 你就找不到了啊 你就找不到了啊 那么重新打开页面怎么做呢 在这边有个方法叫做window 点 open啊 这open 写什么呢 open谁呢 open我们的data点 配 ur 是打开 重新去打开一个页面 打开谁呢 打开他返回的这个 支付页面的地址啊 支付页面的地址 那么这里面呢 他就是我们前端的这个 gs的代码啊 gs代码 那么现在呢 你写完这个gs代码之后啊 我们现在呢 这个 前端 这个代码啊 还有呢 我们的后台视图都已经写完了啊 所以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刷新页面之后 启动我们的程序啊 python manager.py.ryanserver 好 启动之后呢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点击完去支付啊 点击这里面的 去支付 好 看到这个页面啊 看到没有 最终呢 就给你打开这样一个页面啊 那么你注意在这里面呢 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 对吧 哎 收 这个呢 就是我们 视图里面 写的这个代码里面的 标题 就是我们这边啊 然后这边就是他 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标题 然后下面呢 这个 你需要付的钱数 对吧 这个钱数 然后你在这里面呢 你就可以呢 去登入这个账户呢 去付款 这个用户呢 就可以拿登入账户对吧 登入账户呢 输这个用户密码呢 实现一个付款 那么这个账户呢 登入一下这个账户啊 找到我们的这个账户 还要扫码啊 登入一下这个账户啊 我们要登入一下 付款一下啊 OK 好 那么这里也登录 OK啊 登入之后 那是吧 这里面呢 你就可以付款了 我们把这个账户 我们把这个账户登录一下啊 好 登录一下 登录一下这账户啊 输这个用户账号 然后呢 输这个密码 对吧 输这个密码 然后呢 在这里面 RB啊 然后呢 你在这里面点击登录 对吧 好 你就登录这个账户了啊 登录完账户之后 你就可以付款了啊 它有点慢啊 因为它是刹想环境嘛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实现一个付款啊 付款之后啊 这个密码呢 你输入之后 点击这里面的去付款啊 点击去付款 你就可以看到 最终处理完之后 是不是这个付款成功 对吧 那么注意这个账号在哪 还是在你的刹想里面啊 刹想里面 你看你刹想里面有两个账号啊 它给你提供两个 一个是商家的 一个是买家的 对吧 我们这个是买家的啊 然后你注意 这里面呢 对吧 这些钱呢 你不够你就冲 对吧 你不够你就随便冲啊 所以这边 你可以呢 实现一个 没有限制的充值啊 好 这里面啊 你注意它给你提供这个账号 你自己吃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买家账号 登录密码呢 和支付密码呢 都是六个腰啊 都是六个腰啊 都是六个腰 OK啊 那么 这里面你看到啊 我们现在呢 最终 它是不是就这样一个界面了 对吧 你已经成功付款 但这个东西是给用户看的 我们的网站知不知道支付的结果 对吧 我们的网站还不知道支付的结果啊 那么这个怎么做啊 我们就需要呢 自己呢 去调这个支付宝的 接口 去呢 根据它返回的这个结果呢 判断 用户支付呢 是否成功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是明天呢 给大家说啊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 把我们这个支付 能够引导用户到支付页面 并且让用户呢 能够付款 成功啊 成功 那么这里面是他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